主角黄大娘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 她生育了9个儿女 如今早已经是儿孙满堂 而且是四世同堂 儿孙绕夕的幸福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都说养儿为防老 按理说这么多儿孙 老人的晚年应该相当幸福 那都容易乐电线了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大娘在养老这个事上却犯起了难 在小女儿家我们见到了黄大娘 一个硬朗而又不识慈祥的老人 老人说她在小女儿家已经住了三年了 这三年里小女儿对她悉心照料 让她很是舒心很知足 但是老人说当初来小女儿家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黄大娘这辈子 黄大娘这辈子饱经沧桑 她口中的大儿子二儿子还有一个小儿子 都是自己跟第一任丈夫所生的 第一任丈夫走得早 留下了凹代补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为了拉扯五个孩子 黄大娘又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 刘大爷 虽然说是继父 可刘大爷对这几个孩子 势如己出 几年之后 黄大娘膝下又多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两次婚姻 黄大娘先后生下了六个儿子 三个女儿 一共九个儿女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 还没等儿女长大 第二任丈夫刘大爷 又重病不治 撒手离开 之后 黄大娘一个人操持起了 一大家子的生计 先后帮九个孩子成了家 立了业 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之后 长出了一口气的黄大娘 又一次找到了一个老伴 想在一起安度晚年 但是命运却再一次 跟她开了一个上不起的玩笑 第三任老伴 几年后又遭遇了意外 撒手人寰 离她而去了 第三任丈夫去世之后 老人便没有了容身之所 让老人欣慰的是 这个时候 二儿子要把老娘接走一起生活 于是 黄大娘就来到了二儿子施广路家 可是在二儿子家过的一段日子 黄大娘并不太舒心 大娘说 自己年纪八十了 还得看儿子的脸色过活 婆媳之间 母子之间 在这短短的三年里 常有争含 秋天晚上去年九月前 九月初劲 他买干葱十多天了 初一天吧 我整了一天 我都捆了挂着个架上来 我儿子就在这说 你给我搞着吧 不用你了 你这从你爸没了 也好 我说昨天整一天 你热喝 说我妈整多好 我都挂不上了 我说今天怎么着呢 我就不整了 就 休了 又生气 可可叫也累 八十多岁的老妈 给儿子整秋菜 却唠了个费力不讨好 黄大娘忍不住是默默流泪 该他们的呀 那不干就完了呗 大娘自己能吃多少啊 其实像收拾秋菜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是大娘在二儿子家中 经常有的矛盾之一 九个儿女 这老来了还活得这么憋屈 我都替大娘憋屈呀 在二儿子家待得不顺心 大娘其实也想和儿子 儿媳妇好好唠唠 但是经常是一闹更添堵 其实黄大娘明白 二儿媳妇的这句话是啥意思 旁敲侧鸡是嫌弃自己了 黄大娘忍了一夜 第二天跟二儿子说起这事 没成想这次谈话 彻底伤了老人的心 不要这老妈了 我说现在过道门你不过难 炕你不过大 我没想给你大 我想给你难路 早给你难的 我没想 完了我说的 你们人口一天一行的 你要吃了我呀 现在钱到手了 不给我 要一分都没有啊 你就告去吧 你告你都不在赢的 自己当初来到二儿子家的时候 还有点存款 于是就开始向二儿子要这笔钱 可是一切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来时候拿一万五 我五千元下葬 我说你活到六十岁 你给你妈买一块 顶杆没有 你给你妈买一双袜子 你给你妈买一件衣裳子 我怎么还对不起你吗 你回了个家 媳妇跟你说上了 你走的 你为了给我干 窝露偏风连夜雨 接下来的一场意外 导致黄大娘中度摔伤 如今只能卧床 病榻上的黄大娘更是伤心欲绝 老太个大姐 坑在泥坑里头没人管 这是我爸和我妈看那个 我眼泪 我老个坑坑的眼泪都挖挖掉 但那话我就瞅我老子心疼啊 我就哭得得不得啊 我这天上班下班回来 给他买点烟买点吃的 回家吃的饼干 屋里头没啥吃的 不两天跟着住了没收了 就开来老四开车 给送了之后还来了 就送了之后还来了 给床孩子搬来 给床孩子搬来 床孩子搬来 在小女儿家 女婿和外孙对自己都很不错 但是老人总是觉得 在姑娘家 自己不能就这样白吃白喝 我在那个煮着棍儿啊 我给上午饭给揉出来 把揉帚给摘出来 长眉工我就给挠出来 长眉工就 以前就酸酸饭 我还挣不来个吃儿啊 吃不完我给这儿 我看他来了 给车我哥哥做的 我就煮着 我说祖国我就去 我说十广路啊 你那啥 你把我那六母地给我呗 还有地啊 在他那呢 这个地在那也三四年了 那都啥 之前也三四年了 六母地啊 六母 六母口两地 顺着黄大娘小女婿的指引 我们来到老人二儿子 石广路平时工作的地方 但是我们找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老人的儿子 不过我们见到了二儿子的孩子 也就是黄大娘的孙子 我想找着你爸 找着我爸 对 找着我爸 那你怎么找着呢 那是你奶爸 那是你奶爸 在你居家这个 对对对 他给我们电脑打了 就是电话 就是说你家现在有点老太太心里边不太平衡 对不对 你爸爸 儿子直接就是协商 你现在我找不到啊 你是的孙子你帮个忙呗 我现在就正好跟着你了 你就不把你爸找到 我就不找你了 要不然我就得跟你聊了 不管哪都是你们自己 跟我聊对吧 你直接跟我聊也聊不着 我知道是不是 孙子有啥呀 你现在都自己说自己的 那倒是 但是你爸你能帮我找到吧 我找不着啊 你就了去你奶的心愿 你把你爸给他找到 还有啥不能的呢 那我找不了 我找不到 那你这样吗 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电话 我在电话里工作不懂怎么样 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行不行 黄大娘劳苦半生 把九个儿女拉着大 为他们成家立业 在老人即将安度晚年生活的时候 第三任老伴也去世了 因为二儿子家庭条件还算是不错 所以老人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度过的三年 竟然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三年 尤其是到了二儿子家 孙子那几句话 我找不着 我找不了 电话也不知道号 听得黄大娘心里是拔凉拔凉的 管奶奶还叫老太太 这不简直少叫吗 要我说这孙子就是个白眼狼 咱先不说奶奶 还心如苦把你从小拉扯大 就算是陌生人 起码的尊老爱幼都没有吗 无论我们怎么和黄大娘的孙子小史沟通 他都不告诉我们父亲石广路的联系方式 接着更是说出了让人无比气愤的话 我跟你说你家的事 你这都是当孙子一晚辈的 你看你爸这种做法 你奶奶现在有想法 不是 咱们就把老人给他安慰一下 你要是想法吧 然后他们都把这些儿子啥的 然后都叫在一起 现在别人人就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跟你爸呀 跟你爸实际到有些问题是跟你爸 这些东西吧怎么的 他们直接要不直接罢就起诉 这些罢都是那个 现在是他这个当事人你奶奶 他讲 他跟我们讲的 他不是说要告谁 知道吗 他只是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个问题 想解决一下 现在关键问题就涉及到自己父亲 别的他没提 因为别人对着东西 我没提他就让他找他 对不对 现在就涉及到你父亲的事 我得先找着他 所以说他现在拽得那样 你们也知道 他在床上 对呀 你都去看着去了 就说你这孙子做得也很到位了 但是那个老人的这个心愿都八十多岁的人了 他想跟他儿子说点话 就是说你能不能养我都无所谓 现在我也有地方 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看看你这个老娘 八十多岁人的 你都能让孩子都能做得比你好 你这个做父亲得给他们做什么榜样啊 老人这个意思 这就是黄大娘曾经抱大的孙子 黄大娘的小孙子 不但没有告诉我们石广路的联系方式 更是赞成让奶奶去法院告自己的父亲 这样的话 一个小晚辈也好意思说得出口吗 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奶奶 怎么就跟你没有关系呢 在我们的追问下 老人的小孙子竟然要一走了之 我们这么说我们也不认识谁是谁 他们是谁啊 你说我们来解决你奶奶的问题 你奶奶和你爸的问题 你这样一走了之 这就要不成人了 怎么能是跟你奶奶呀 你都跟你没关系呢 孩子啊 那不是你奶奶吗 你找奶奶的话 他又不是找我们啊 那不是找你爸吗 儿子有吗 是有儿子过 你不叫你儿子太多了 没想到 我没想到 黄大娘的孙子话还没说上三句 直接上车走人了 走的时候还撂下一句话 说你们等着吧 我帮你们联系 那怎么就不能当面联系呢 结果半个小时过去了 不但黄大娘的孙子没回来 自个儿电话还关机了 电话关机是特意躲着谁吗 咱们您肯相信是手机恰巧没电了 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儿孙们对黄大娘的态度 杨高有贵辱之恩 乌鸦有反哺之意 真是想不明白 能有什么事 能让家人对老太太如此的绝情 那简直不是人干的事 那么二儿子为什么会这样 他怎么能如此绝情呢 这事咱今天说不完 明天高低替大娘当面问个明白